以免被炸出大洞建築物倾倒面目全非 以色列继续在加萨发弄攻势 甚至传出阻挡各国援助物资 让美国总统拜登任无可忍 拜登接受媒体专访 首度公开痛批纳坦雅胡 说他没有避免平民死伤是注下打错 以色列持续禁逼拉法快要踩到美国红线 不过拜登也表示不会背弃以色列 言下之意美国会继续提供军援 恐怕让纳坦雅胡继续有恃无恐 而美国期盼在3月10号 伊斯兰教斋戒约登场前 让双方达成停火协议 看来也忘 斋戒约是穆斯林一整年中最神圣月份 最后三天还会举办盛大开斋 庆祝仪式 也是穆斯林和家团圆的重要日子 尽管还在打仗 齐聚在拉法的难民 依旧吊起彩色灯泡 放鞭炮庆祝 约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店家商店 也上架不少摘戒约商品 只是战火阴霾笼罩下 买气不如以往 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虽然没有深陷战火 也无心为斋戒约作准备 只希望战争能早日结束 无辜的人民不再受害 三里新闻讲什么道